今天在我们星期一 谈国论经邀请到是我们的市场交易员 Andy上我们节目 Andy早上好 嘉宾你好 Gio 报警这门早上好 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本地的股市 相信在脱欧消息一出炉之后 在上个星期 股市是下跌了50多点 今天看完之后继续的下跌 我们先请Andy来展望一下 我们这个星期的本地股市 Andy 本地股市也是受到了 脱欧的影响 所以上周它跌了58点 最主要的就是银行地产 跟石油板块 它们出现了明显的回落 我觉得暂时就先避开这几个板块 之前在958有提过黄金类股 耐用消费品类股 Consumer Durable 跟食品与烟酒板块 这几个板块 之前已经是比较强的板块 这两个板块在星期五 美国收市的时候 大多数的股都是下跌 反正这个烟草股 黄金股表现长进 而且还是往上涨的 所以如果股市 这个股民他不懂怎么办 其实就先看这个板块 哪一个板块是比较强的 哪一个板块是比较弱的 所以暂时我们就觉得 把那个弱的板块的时间暂时避开 先就把钱放在那些比较强的板块 当然我们看为美国股市 接下来这个星期 是否还是受到了 这个所谓脱欧情绪的影响波动 那么欧盟也要开会了 等等的因素会对美国股市方面 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Andy OK 就据于我们所研究的这些数据 跟这些股市的走势 我就觉得上周五 这个英脱欧就令全球投资者 其实是感到意外 所以就投资者 纷纷就避开这个英国脱欧的风险 所以抛售这个股票 所以这个大跌呢 是因为大家都一起 抛售股票的财产 才产生的吧 所以就暂时性 就是讲一两天内 就我们觉得就是可能大家都是 既然昨天已经把股票卖掉了 可能今天就不会马上把它买回来 除非真的是股市开始反转 就讲今天这个股市呢 还是往下跌 所以表示呢 就是很快的就是 之前没有卖的 现在今天呢 也还在卖 还没有卖完 然后呢 可能过两天呢 就有我们所谓的这种 什么margin call的这些 就是margin call 就是那些用杠杠的朋友 可能就不够钱去拿票了 就要也是要被逼 逼仓把股票卖掉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跌幅 我们也会看到好像英镑 英镑就上星期 那也是跌了这个七八八千 所以这也产生 很多这些经济效应 就很多这些书 买这个英镑涨的朋友 应该都会输得很大笔 是 所以接下来呢 就是很多这个 我们觉得就是 亏钱的人 就慢慢的把股市 从B倉给卖掉 所以接下来呢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星期 就是还是一样的 避险情绪呢 非常的高 所以呢 我的看法就是还是 就是这个黄金类股 还是会往上涨 是 这是一个个人的看法 嗯 那么英国退欧 是否意味着美联储 将维持利率不变呢 你怎么看 OK 这个呢 这方面呢 当然了 理智上 理智上呢 这个美国呢 应该是 就是应该维持利率不变 OK 不过 就是这个 美联储呢 已经说过了 就是在 六月跟七月 OK 六七八 这三个月 会保持这个 利率不变 而不是 会开始加息 六月 七月 八月 会开始加息 OK 这个是已经 就是 大致上都已经 决定的一件事情 OK 而且呢 美国股呢 现在呢 也是属于一个高位 OK 如果在这个高位的时候 不加息 等一下如果是 跌到了一万六千点 一万五千点的时候 他要加息 都来不及了 因为有加 他才可以减 他现在如果不加的话 等一下 跌的时候 又怎么样去救市呢 他都没有办法去减息了 是 所以美联储呢 这个七月八月 暂时可能 就是七月可能 如果是市场不好的话 可能会暂时不加息 不过八月的话 还是可能会 这个加息的这个 的这个概率呢 是非常的高的 嗯 所以我们也看到说 今天看到一篇呢 在新浪的这个 一篇文章 就是说英国退欧啊 日元成了第一个躺枪者 在英国公投退欧 英国公投退欧呢 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市场动荡 使得英镑汇率呢 跌到了几十年来 这个水平啊 投资者纷纷涌向那些 比较传统的 避逢港的一些资产 如美元黄金 还有日元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日经指数 今天是唯一到目前为止啊 在这个区域板块当中 唯一上升的 呃 当然除了本地之外啊 其他的包括中国市场这方面呢 呃 当然我们就也看到 中国的呃 财产就说 可能会不会是市场太过的 呃 就是对于这个退欧啊 反应过大了呢 呃 接下来会不会慢慢的收敛下来 直到股市慢慢的回到平稳呢 中国这个层面 Andy怎么看的呢 对中国这个层面呢 他说 ok 这些呃 避险的 避险的风波呢 都暂时是比较 属于比较高的了 然后呃 呃 呃 呃之后呢 会就是慢慢的回去 呃 呃 原来的这个呃 呃 我们说的水平 嗯 不过呃 就我们呃 呃 所所所所看的啦 就是呃 之前哦 其实这个股市呢 都非常的平静 是 呃 所以大家都做得非常的稳 呃 就是呃 都感觉这些银行股就是好股啊 呃 这些呃 呃 股票不会动的都是很安全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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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股市呢 突然间呃 呃 我们说这个波动率有一些改变 英文叫做volatility 嗯 OK 所以当volatility有一个改变 呃 波动率有一个改变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风险都非常的高 而且这个可能呢 就会维持一个 呃 一段时期 嗯 就好像呃 呃 就是股债的时候的 这个一天跌3%呢 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是 所以之前呢 我们可能就已经很习惯了 一天涨跌就是呃 呃 1%啊 0.5啊 啊 啊 不过呢 现在呢 开始就有这个呃 7% 有这个3% 这个可能是我们觉得就是呃 呃 我所谓的就是 就是new normal 新的呃 呃 正常现象 嗯 这个可能就是新的一个正常现象 所以呃 呃 呃 投资者要要呃 呃 就是在股市中生存 呃 就一定要呃 呃 就是一定要呃 呃 去适应呃啊 现在的这个呃 股市的波动啊 是 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说 在下个星期 Andy也会有个讲座 想必会跟这个脱欧 呃 呃 有点关联的 Andy来介绍一下 好吗 啊 是的 OK 下个星期呢 我会有两场的这个讲座会 会讨论呢 新加坡呃 呃 股市和全球股市的被脱欧影响的影响 呃 呃 也会跟大家讨论一些呃 呃 呃 关注的一些板块 呃 这个呃 讲座的日期是呢 中文讲座呢 是在7月5号 星期二 呃 傍晚7点到10点 OK 这个英文讲座呢 是在7月7号 星期四 傍晚7点到10点 嗯 OK 这个地点呢 是在凯连大厦 嗯 International Plaza 34楼 门牌是07 OK 想报名的朋友呢 OK 呃 这个想报名这个免费讲座的朋友 可以SMS到这个号码 96 188 199 嗯 这个电话我再重复一下啊 呃 SMS到这个96 188 199 是 好的 再次感谢Andy介绍我们的谈歌轮经 那么期待说下个星期二啊 啊 届五号的这个讲座是大家能够去一边和Andy来讨论 或者有什么呃 问题啊 可以向Andy来询问 接下来这个股市的走势会是如何 再次感谢Andy 谢谢你Andy 哎 谢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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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